第二名则是高雄活站 因为常常会有学生来兜售爱心比 让人难以拒绝 至于墾丁喊价的建车 迄今了第三名 因为驾驶都会胡乱开架 市林夜市的现切水果 小带分装 逛夜市的客人拎着就能边走边吃 路客来台爱逛市林夜市 却因为现切水果的价位 让市林夜市成为路客心中 最容易被坑钱的景点 根据新浪微博统计 最容易被推销消费的景点 市林夜市的水果排名第一 得票率42.9% 因为有部分的现切水果 价格高得吓人 不但动辄百元起跳 甚至还有路客买到了 四颗1800元的凤梨世家 荷包大石鞋 高雄火车站推销爱心比的学生 也让路客逗美条 因为学生不只搭讪卖笔 还会推销手工艺 加上又是主动靠近 在推销排行榜中拿下第二名 第三名就是肯定寒假的继承车司机 因为不跳表 加上知名的景点 司机要是乱开架 路客也没辙 让人很头痛 新浪微博举办线上投票 让路客票选来台观光最容易被坑钱的景点 只开放一天调查共有375人投票 尽管调查的人数不多资料也只是仅供参考 但从开票结果来看 这几个景点的推销乱象 已经在路客心中留下不好的印象了